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神辉大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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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可以帶給予人一股正能量 帶給予人一個開心的回憶 要學會把所有材料放在對的地方 才能發揮到最好的 可以大火還是小火? 劉澤祥,Jeffery是一位甜品師 性格和善的他 平時除了喜歡煮食之外 在空瑜的時間 他亦很喜歡聽音樂和看書 平時一星期都回去兩三次 跟家人吃飯 跟姐姐、媽媽、老婆一起回去吃飯 早餐其實很久都沒有吃過 媽媽親手做的 今天很開心 很慶幸媽媽做早餐給我吃 看看是否跟以前一樣 一樣好吃 是嗎? Jeffery很喜歡和他走商場時 通常幾歲就到處遊樂場 晚上就不見了人 他走去買廚房用品 那些不鏽鋼那些 他很喜歡在這裡看 看他們說 那樣又漂亮 那樣又漂亮 自己過幾個小時 站在這裡欣賞廚房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小時候 其實都沒有想過做甜品師傅 可能是想著做 小時候都是做消防員 做醫生 這些想法 但就很喜歡入廚房 跟家人一起煮菜 切菜 那時候是對廚藝這件事 覺得是一件開心的事 就不是技術上 味道上要怎樣去追求些什麼 只不過覺得在廚房的氣氛 就覺得自己很開心 我最初接觸甜品 是通過一位同學 他是廚房裏面做兼職的 我就問一下他 你做這些蛋糕出來怎樣做的 我又想做一下 我可不可以進廚房做呢 當時其實都沒有機會的 因為當時沒有請更多的兼職 我就說 我不收錢去學得不行 師傅說 我沒有問題 你不收錢你就學 那就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甜品的機會 做甜品帶到給我的東西 就是我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 因為這個行業 我覺得自己是很滿足 很喜歡去做的 而且可以接觸到很多社會上不同的人 還有很多的師傅 他們的教導 還有我學會怎樣分享 把自己做到的甜品 分享給社會上不同的人 給到正能量和滿足感 甜品都改變了我很多 甜品讓我領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價值 其實都學會了怎樣去尊重 尊重同事 尊重食材 所有的做法 還有要學會把所有的材料 放在對的地方 這個其實都很重要 將自己擺放在對的地方 才可以發揮到最好 人生就好像烘焙蛋糕一樣 需要無數次的攪拌 力練 之後慢慢沉澱 內心的等待 才可以控陪出精美的蛋糕 Jeffrey 初初接觸甜品的時候 其實也遇到很多的困難 一開始進入廚房 什麼都不懂 又要學起 會看到很多師傅很忙 在廚房走來走去 但也不知道自己能幫到他們什麼 還有很多零碎的工作 都要全部做 籃籃 收貨 舊櫃 洗地 這些體力勞動的工作 所以做完整身都會很累 因為最初不習慣 那段時間其實覺得是辛苦的 家人都擔心自己經常都問我累不累 他們其實很支持我的 沒有反對說我做廚房 我都很感謝家人的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都很開心很滿足的 因為覺得每一天過的時間都沒有白費 每一天起床都很想上班 穿起廚師衣服就覺得很自在很舒服 入到廚房的環境做事也是 覺得這個地方很好 有時都不想下班 我覺得這個環境很自由自在 愛情是人生的甜品 亦都是一種推動力 在伴侶的支持下 Jeffery更加努力 憑著堅定的意志 和明確的目標 他用了三年的時間 就升做甜品導師 其實我和他就是大學式的 就是大學同學 去到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對大家都有些感覺 最記得就是 但是未開始拍拖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生日蛋糕給我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收到男子朋友做蛋糕給我 亦都是唯一一個男子朋友做蛋糕給我的 據我所知 他那時候應該是未開始學蛋糕 所以那個是他人生第一個送給人的蛋糕 不知道是否因為那次他為了製蛋糕給我 他第二天的課是不合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有一個男子為了製蛋糕給我 而不合格 那次是家裡又很熱 蛋糕又熱 我就放了一些忌廉上去 那些忌廉上去 然後靠包裝 很漂亮的 就拿出去 就和他一起在南麻湖那裏吃 吹鴨燭 慶祝生日 當時為什麼我會送蛋糕給Vicky呢 因為 我覺得就買一樣東西 用錢買一樣東西回來 就這樣送給人 我覺得沒什麼誠意 其實我當時不懂得做蛋糕 但是我很想 很想 將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好不好吃都好 其實那次失敗了 但是都會送給Vicky試一下 想讓他知道 這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想和你分享 就是這樣的感覺 曾經是Jeffery的甜品教師 現在是同事的Ronald 他認為Jeffery是一個 對甜品充滿熱誠的人 Jeffery是很困難的 那是偷懶 如果我說的東西 他還會提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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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說對 他會說不會 他會不會說對 他會不會說對 所以他會說對 所以他會提醒好 所以這是Jeffery 在我的評論 Jeffery 會很開心 如果他經常會進行 教授,別忘了師傅教授 別再看著別人做得好 更好是正直,負責責任 今天教大家製作一道甜品 很簡單,有一層餅底,一個海綿蛋糕底 最後有一個紅色的臨面 今天我會簡單示範 但做就會是你們一起做的 OK,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幫我拿那個餅底 澳門酒店業發展得很快 很多酒店新落城的時候可能人手不夠 都會請很多外勞進來幫澳門填補很多空缺 這方面是好的,其實很多機會 但另一方面可能澳門本地人手的甜品師傅就不夠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為何我想培養多些本地的師傅 本地的學生 希望他們將來可能有興趣投身去甜品這個行業 或者做廚房也好 希望多些本地人去填補自己的職位空缺 我個人覺得吃甜品可以令到我自己忘記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令到我自己可以再在那件事 重新用另一個方向再想回 會令到我去面對事情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 Jeffrey平時想跟我們說 有聊有聊就好像我們的朋友一樣 基本上我們跟她是沒有什麼隔膜的 不會覺得她是一個阿Sir 反而會覺得是一個大哥哥 可能我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立刻問她 她都很樂意地回答我們 將她自己所學到的東西都會告訴我們 見到Jeffrey都可以這麼年輕的時候 做到這麼好的位置 都可以給我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有可能做到這件事 都希望她們讀完處理管理這一科之後 有些學生都是很想做甜品這個行業 做甜品師傅 都希望她們可以堅持到那個階段 因為她們還年輕 就不要這麼快就找一份向淺 試一下堅持她們自己的理想 希望她們可以為她們自己想做的工作而努力 懂得享受自己的工作 並將自己所學到的分享給其他人 擁有這種無私精神的人 總會被欣賞 我也知道澳門現在很少本地的甜品師傅入行 也希望將來會更多的本地的年輕人去做甜品 也想鼓勵上入行的年輕人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謙虛的心去跟師傅學習 還有另外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理想 堅持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其實甜品的背後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勞動、體力才可以做到的 我也希望她們可以堅持自己所想所行的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